哈喽 小伙伴们 我是明清 今天给大家案例的剧是由中青指导 于晋 霍贝贝和思雨编剧 沈月 王静轩 赵一钦 曾可妮主演的电视剧 开化 少女漫 之前给大家案例的沈月和陈哲远的新剧 我的反派男友 大家看了没有 明清本来是冲着陈哲远去的 但是被沈月圈粉了 她真的太可爱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她和王静轩的剧 王静轩呢 明清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 这位小哥哥 歌手出身 与歌手双生为电视剧传闻中的陈千千 演唱了片头曲《月夜》 与歌手银林为电视剧《月上重火》 演唱插曲《一梦情深》等等 转战电视剧行业时间不算长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部剧 应该是她的首部主演的剧 剧中饰演男主叶琦 搭二数学系 低调而又神秘的学霸 但是她还有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职业少女漫画家 我可是少女心的代言人 但作为一名理科生 她对少女漫画其实缺乏一定的认知 叶琦原本梦想成为热血少年漫画家 但阴差阳错之下走上了少女漫的道路 出于对漫画的热爱 她决心将梦想进行到底 沈月饰演左千代 暗恋叶琦学长 又是一个超可爱的女孩子 自从结识了千代后 叶琦被给予了新的创作灵感 而在两人不断相处中 叶琦爆发出了新的创作热情 随着漫画团队的不断扩大和稳定 新的给予和挑战也接踵而至 面对一切未知的困难 团队成员经历了迷茫 怀疑和争吵 最终磨合成为了一支极具凝聚力的漫画团队 大家彼此信任 互相扶持 在小小的工作室内 关于青春 友谊和梦想的故事 每天交织上演 所以总结起来 这句就是两个字 青春 从主题到演员 说起漫画 本身就是青春的一种符号 男女主 青春的大学生 身边的朋友 也都是朝气蓬勃的同龄人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中二 但是青春最大的魅力 就在于不怕失败 热情无限 本月和王静轩也很有CP感 王静轩有一米八八 跟沈月在一起 又是那种最萌声高差的感觉 所以一起期待一下 这部搞笑填宠青春励志的电视剧吧 开化少女漫 本期咱们就安利到这儿了 下期见了 拜拜